运起来 台风天传停水假通知引恐慌 台水首度报警抓源头 本周日恒春半岛 受山逐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竟有停水通知 不断透过脸书和LINE群组传送 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向台中市警方报案 希望追查发假消息的源头 这也是台水首度为抓假新闻源头报案 希望能够喝止这种恶意行为 台水表示不管是当事人主动说明 或警方查到源头后 对方愿意公开道歉 台水公司都可以不再追究 由于停水通知内容写着 应好雨至源水着度飙高 无法供水 还有不少民代也跟着转传这个错误资讯 台水虽然立刻澄清并说明供水正常 但仍造成部分民众恐慌及误解 这些假消息已经导致行政作业困扰 为了防堵假消息泛滥 才会报案要揪出源头 台水也强调不只是山逐台风 包括823南部三线市大淹水期间 即使豪雨洪水范围更广 台水员工都不眠不休 调度水源全力应变 没有任何地方有贫水断水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